近年来大家强调青年返乡 而瑞穗乡富民村阿多兰部落族人张峰信 以高龄70岁之姿回到了部落 在这期间推动部落文化传承 服务部落族人是不遗余力 深获族人的肯定和支持 而今年77岁的张峰信 也顺利地获选担任部落头目 他谦虚地表示将会强化 和部落青年的沟通对话 团绝部落共识来服务部落民众 桌上哈哈猪肉汤的传统文化食物 阿多兰部落新就任头目交接 简单原始 确满是部落族人的团结之心 近年来大家关注青年返乡 其实有更多中高龄者回老家服务 如瑞乡富民村新任 阿多兰部落头目张峰信 早年带领族人在外从事建筑业打拼谋生 也承认新北市部落总头目 七年前已高龄七十岁 资资回到部落 而期间部阵并传承部落传统文化 服务部落不遗余力 收获族人的肯定与爱戴 今年七十七岁的他顺利获选担任部落头目 张峰信兴兴业业 千许感恩 我希望我们部落能够在一个团结当中 我们大家好好的沟通 就是为了因为现在的年轻人都是在受费 现在都是长队 张峰信重视强化与部落青年的沟通对话 消弭世代代沟 以团结部落共识 服务照顾部落 而卸任后也晋升部落头目顾问的前头目张束福 其勉新任头目 以及部落干部团结努力 他也乐当顾问指导 把前任头目跟副头目的用望提高 把阿多兰部落发展观大 发展观大 有什么问题可以顾问前任头目 阿多兰部落总共将近四百多户 为副园三村第一大部落 以部落团结一心取得四方部落敬重与效法 新任头目张峰信将是老的啦 现在回到部落老家服务照顾部落 张峰信说将坚持到底 延续部落文化传承 部落建设发展的荣耀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道